一共只有兩分鐘 準備倒數 新功力氣氛賽請處理 語言之老師指出 家長可以用哪一種方式 刺激兒童的語言發展 A 模仿動物的聲音 B 多利用碟字說話 我的答案是A 准理 不適合講碟字 是吧 有很多同儕的家長 滿禁止小朋友講碟字 因為覺得說 會影響他語言的表達 你不想吃飯飯嗎 喜帽帽也不錯喔 但因為動物的聲音 我覺得啦 個人想說 他因為有很多元性 所以會發展他口腔 不一樣的一些聲音 發聲的方式 和發聲的位置 是 我的猜測 應該是誰 來 請請講 非常好 恭喜你 好 孩子喔 我正在處於一個語言萌發期喔 所以爸爸媽媽 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呢 可以多用一些不一樣的語言 跟這個聲音去刺激他們 比如說可以學 小狗叫 小貓叫 小雞的聲音 然後去開發他們 各種多元化的發展 倒是盡量不要對孩子 用那種同言同語或是碟字 盡量是用大人的口氣跟口吻 去教他說話 這樣他一開始學習到 才會是最正統該學語言的方式喔 那當然呢 你可以放慢一點 你說話的速度 那以及把口型做得更明確 更大 讓他們能夠做更好的學習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我說無法提示 邏輯錯誤 但運氣很好 五千元 我說無法提示 看一下 繼續答題 請出下禮 我的答案是B 使用空間擴張到周遭 妳的辦公桌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的辦公桌非常的亂 但我的個性是熱情活潑的人 然後我有觀察一些 跟我的同儕 因為在採訪新聞的時候 都很趕 所以大家其實不會 做整齊這件事情 然後有時候會東西疊到 所以沒有整齊這兩個字 沒有 沒有整齊 所以就是看到整齊 直接跳過去就不管了 對不對 是 對 那使用空間擴張到周遭 妳覺得 可以想像 理性的擴張 對 不是 理性的擴張 不是有意的要霸佔人家的空間 所以不小心弄到了 那我們下班的時候會收回來 請揭曉 好 有人在辦公桌的部分 他自己的用完之後 只要附近還有空間 可以讓他繼續的擴張 他就會開始慢慢的 把自己的雜物都疊過去 然後這種人 通常我往在辦公室裡頭的性格 也是會比較主導性的 他是比較喜歡帶領團隊 然後通常也不喜歡 自己的生活當中有留白或空格 所以總是很會找熱情 比較熱情活潑大方的類型 對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什麼叫 我說不能提示 兵哥 邏輯錯誤一千元 邏輯錯誤的話 你就找不到一萬塊了 很難 除非剛才運氣很好找到五千 運氣真好 請出席 不少人都有打工的經驗 調查指出哪一種工作的 打工時薪比較高 A 網拍模特兒 B 補習班老師 我的答案是B 補習班老師 因為他寫老師 他不是書工讀生 因為他寫老師 大概多少 最基礎的會有五百塊以上 現在應該有八百塊 一小時五百塊 對 補習班老師 那網拍模特兒 對 網拍模特兒可能就是 一小時會不會有一千二 他可能算是一次的 一次性的 可能一次是一千五 對 可能要三四個小時 因為他是拍計劃 我是這樣子來推算 請揭 好 如果是打工的時薪最高的話 就是這種在勞工健康服務 臨場的醫師 因為畢竟是醫師嘛 所以他的時薪的確挺高的 有三千元 再來第二名是補習班的老師 他的時薪也至少有兩千五 那模特兒 網拍的模特兒 這些他的時薪大概在一千五左右 兵哥 一萬塊錢 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我說無法提示 邏輯錯誤 但運氣真不錯 五千元 我說無法提示 來看一下 繼續答題 解除下題 有超過九成的大學生 會在暑假打工 調查發現企業會比較傾向於 聘請什麼樣的工讀生 A 責任感 B 配合度 我的答案是 B 配合 說定 責任感不重要 責任感是 真正工作的時候比較重要 工讀生不是真正工作 應該是說 因為是暑假打工 他的題目寫暑假打工 所以可能時間上 配合的輪班時間會比較來得 白在前面 因為他要先配合我 才會講到責任的問題 請介紹 好 在這個工讀生打工的時候 通常雇主還是希望他符合 幾下幾點條件 那其實我們剛剛的兩個選項分別 就是一二名 第一名是希望他有強 就是比較高的一個配合度 再來總是要有點責任感 以及要有高校的學習意願 還有抗壓性 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好 冰哥準備 你的世界變大了 兩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恭喜兩萬元 好厲害喔 好不好玩 懷疑來到這個世界 加油 好 請 主席來題 台灣人常加班 真的好辛苦 根據統計 加班造成的後果 第一名是職業倦怠 第二名是 A 失眠焦慮 B 過勞生病 我的答案是B 過勞生病 睡覺都不夠了 沒有辦法失眠 妳工作沒做完 睡不著啊 我會睡著 然後早上起來再做 那是妳啊 嗯 請揭曉 好 好 加班呢 其實會全方面的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除了呢 可能會讓妳產生職業倦怠之外呢 也因為加班造成更多的壓力焦慮 所以當然就容易失眠 長期失眠久了 當然就會容易生病了 所以也會有過勞生病等狀況 但是這是明夜第三名 接下來呢 妳可能會因為加班 所以少了很多的時間 影響到妳的家庭生活的步調 並且也會讓妳的社交圈 變得越來越封閉 讚丫頭 三十九秒 兩梯 至少 至少 請出下一題 科學家長期追蹤研究發現 從幾歲開始 童年回憶會逐漸變得模糊 A 四歲 B 七歲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這麼早就開始模糊了 我已經不記得了 什麼童年的事了 不是妳不記得 是妳記得什麼 我記得很多 妳就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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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四歲以前就模糊了 妳記得什麼 對啊 因為七歲以前是幼稚園嘛 其實我幼稚園沒有什麼回 就是我想不起來 很片段嘛 很片段 對 所以會變得逐漸模糊 應該就是指那個年紀吧 因為七歲後 已經是小學不太 可能是七歲之後才逐漸模糊 所以我猜應該是四歲 七歲往前 有記憶叫三歲往前 已經記得四年的事情了 這麼多事混雜在一塊 四歲以前往前只有兩年 他會記的事情比較少 比較新鮮一點 可是就像很多媽媽說 他們會問肚子裡面小孩 就是他在肚子裡面的記憶 就是大概兩 三歲 所以代表那之後 他就會慢慢逐漸模糊 他童年的事情了 好 讓我們心平氣了 好緊張 我剛剛有十三秒嗎 請揭曉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沒有機會 好 妳知道嗎 其實在這個 對於小孩子來講 大概到了七歲以後 他們的這個記憶 是有在過去童年的回憶 好像就會逐漸變得模糊 所以他在這個學禮上面來講 說這是所謂的童年失憶 那科學家就一直在研究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童年失憶的狀況 你自己想 其實我們開始會比較 善用語言來表達 大概就是在七歲之後 所以在七歲以前的這些事情 我們很常都並不是用 語言的方式來記憶它 所以當你已經換了一個方式 來表達所有儀器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把那一些過去 並不是用語言方式來記憶的東西 給逐漸淡忘掉 因此如果想要根治 童年失憶的這個情況的 其實爸爸媽媽可以在孩子 逐漸進入到七八歲的時候 常常去跟他回想 一起來回憶過去的事情 那你會透過語言 讓他用有新的方式來記憶 就會讓他比較更容易記得 在過去三五歲的時候 發生的所有的事 克萊兒準備 好 來 加油 請出題 加油 劉蓮定律是指一種心理學定律 意思是沒有吃過劉蓮 不知道味道 請問通常在形容什麼族群呢 A 準備進入職場的新鮮人 B 準備要轉行的求職者 慢慢來 好好想 最後三秒我會提醒妳 好好想喔 看清楚喔 最後三秒 我的答案是 B 准定 以字面上的文字再敘述 不會很像A嗎 新鮮人準備進入職場 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 應該要知道榴蓮 就是你大概聽說過這個東西 所以你準備轉行 就是你大概聽說過 這個東西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你沒有真的實際進去過 你沒有嘗過那個味道 我的判斷 準備進入職場的新鮮人 不是更沒吃過榴蓮嗎 但是他應該要聽過 妳是這樣想的喔 我們看他是不是陷阱好不好 你可能答對 請揭曉 因為他太理所當然了 沒進去過 當然 瓜哥太理所當然了 好 這榴蓮定律 它其實是一個職場 心理學的用語 它就是像是榴蓮 它其實一般人不一定有吃過 所以當你問一個人說 你喜歡吃榴蓮嗎 他很可能因為他沒有吃過 所以他沒有辦法告訴你 他喜歡或是不喜歡 而對應到職場的新鮮人來講 就是很多的工作 他們都沒有做過 初出忙碌 但是他不應該被動等待 而是要主動嘗試 他才有辦法知道 哪些是他自己所喜歡 哪些是他不喜歡的 三組獎金 第一組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一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唷